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在这一集中,我们将揭示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中国黑客竟然成功入侵了特朗普和他的副手JD范斯的手机 这一事件不仅关乎个人隐私 更可能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公正性 调查人员正在全力追查 这些黑客是否已经掌握了他们手机中的通讯数据 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情报优势 这一事件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黑客攻击事件 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曾遭受的外国势力的恶意攻击 现在,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样的网络安全威胁是否会演变成真正的国家安全危机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成为每位公民都必须重视的课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次攻击不仅仅针对特朗普和范斯 甚至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成为了潜在目标 美国政府正在密切调查这些情况 并强调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当我们面对这些外部威胁时 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公民 都必须提高警惕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前夕 一场惊人的网络风暴席卷美国政坛 据纽约时报和Tel E. Graff披露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JD 范斯的手机遭到了中国黑客的入侵 这一消息让人不禁感到震惊 因为它不仅涉及个人隐私 还可能对即将来临的选举公正性 构成潜在威胁 想象一下 北京如果成功掌握这些信息 将获得有关特朗普及其副手 在选举前行动的宝贵情报 这对中国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 检视这一事件 让人不禁联想起以往的黑客攻击史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曾多次受到外国势力的袭击 比如伊朗的黑客组织Mint Sandstorm Apt-42 试图通过网络钓鱼攻击 获取特朗普核心圈子的机密文件 他们甚至希望透过媒体曝光 这些资料 但最终未能成功 民主党的政治运作人 David Wheeler所运营的 Mark Rickers政治行动委员会 最近分享的文件 引发了外界对外国势力干预 美国选举的更大担忧 而此时还不清楚 中国黑客是否能够读取 特朗普手机上的短信 特别是那些通过加密消息 服务发送的内容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尚未对此事件做出直接反应 但其发言人责备白宫 认为是他们让外国对手有机可乘 影响美国的选举活动 早在年初 安全官员就发现了 与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Sold Typhoon 潜伏在美国的电信系统中 他们的行动让人想起 2016年俄罗斯黑客入侵 并发布希拉里 克林顿竞选团队的信息 当时特朗普甚至公开呼吁 俄罗斯黑客 试图挖掘希拉里遗失的电邮 这一系列事件 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深刻思考 美国的选举制度 是否能抵御外国势力的干预 保护民主的基础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 网络安全已成为 每位公民都应关心的问题 无论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还是普通选民 都应提高警惕 保护信息安全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同时 CBS News的报道指出 联邦当局相信 中国支持的网络犯罪分子 将目标锁定在 如今正备受关注的 特朗普和范斯身上 这些官员担心 黑客可能已渗透电信系统 并警告他们 这次潜在的网络攻击行动 已经在进行中 司法部和FBI 则对CBS新闻的评论 请求拒绝置评 但消息来源称 这次事件 可能是一场 针对两大主要政党官员的 广泛网络攻击的一部分 被执法人员视为间谍活动 而不是直接干预选举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网络安全 已经成为每个人 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你在使用手机时 却不知道自己的通话内容 可能被外部视力窃听 这种感觉 无疑是令人不安的 这些问题 不仅仅关乎特朗普 和范斯个人 还反映出更大范围的 网络安全威胁 全球化进程加速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愈演愈烈 网络攻击 成为新型战争形式 政府和企业 如何加强网络安全 提升防范能力 成为每个人 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此同时 Fox News进一步揭露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 中国黑客 对商业电信基础设施的 未授权访问 这次攻击 并不仅仅针对 特朗普和范斯 甚至扩展到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FBI和网络安全基础 设施安全局 CISA表示 当他们发现 针对行业的 恶意活动后 立即通知受影响公司 提供技术支持 并分享相关信息 然而 调查仍在进行中 并鼓励任何 可能受影响的 组织联系 FBI或CISA 这些黑客被认为 与中国政府的 情报机构有关联 Verizon已经注意到 这一高度精密的攻击 正在与联邦执法机构 和网络专家 合作确认 并修复潜在影响 这次攻击的背景复杂 特朗普竞选团队 指责拜登 哈里斯政府 对此负有责任 认为这是民主党人 干预选举的行为 他们不惜鼓励外国势力 攻击美国基础设施 以阻止特朗普 重返白宫 这一系列事件 再次强调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 2024年选举中 科技的进步 使黑客手段愈加高明 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 必须提高警惕 加强网络安全措施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 和安全性 此次事件提醒我们 随着科技进步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重要 我们必须保持警觉 随时准备应对新的威胁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哎呀 这又是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件 中国黑客入侵特朗普 和JD 范斯的手机 可能对美国选举的公正性 造成威胁 这就如同在奥林匹亚山上 宙斯突然发现 他的神锤被其他神偷走了一样 这是多么令人不安 美国需要加强网络安全 否则这样的事会一再重演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通过黑客行动 来影响他国政治 这种行为 简直可以和战国策中的 纵横百合 相提并论 无所不用其极地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有些夸张吧 这不过是美国政界自己的一场抓马秀罢了 你看 这些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国内的问题推到外国身上 就像当年水门事件 尼克松一开始也是推脱责任 再说了 凭什么就假设是中国黑客所为 这些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空口白牙地指责一个国家 这不是美国一贯的伎俩吗 还记得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到头来 连影子都没找到呢 谢琪琪 你所说的当然也有道理 但这并不改变 我们应该对这种潜在威胁 保持警惕的事实 网络安全 已经成为21世纪的战场 正如孙子兵法中提到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这次事件 不管是不是中国黑客所为 都应该让美国警醒 要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信息系统 否则 下一次可能就是民主党的手机 被黑客入侵了 这种事情 不应该只限于政治对手的斗争 而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去看待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倒是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 里的空城记 你说这是不是美国政客的又一场反监记呢 故意拔水搅浑 让选民对选举过程产生怀疑 好让某些人渔翁得利 总之 这样的新闻最好睁大眼睛看清楚 每次选举前夕 这类惊悚新闻就像是必备的开胃小菜 吸引注意力 但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后果 哼 谢琪琪 你的怀疑论挺有意思 但这可不是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记 而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国家安全事件 就像在一个狼来了的故事里 即便狼没有真正来到村庄 也应该准备好防范措施 以防万一 美国的选举系统应该加强安全措施 这是避免未来选举 被外国势力影响的必要步骤 我们不能只等事情发生后再说 哦 我们早该料到的 毕竟在防范外敌时 警惕和预防永远是上策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你的警惕性值得赞赏 不过 还是那句老话 不能轻信媒体的每一条惊悚标题 对于这类狼来了的报道 我们需要的是理智和证据 而不是草木皆兵 最终 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 还是美国选民的理性选择 而不是某些黑客在暗中搞的小动作 这次事件或许更多的是政治人物的烟雾弹 而不是什么国家安全危机 无论如何 保持清醒头脑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中 各自展现了不同的角度与思维深度 楚天书对于中国黑客 入侵美国政界人士手机事件的回应 表现出强烈的警惕性 主张美国必须加强网络安全 以防犯前在的外部威胁 他将此事件与古代军事策略相提并论 并强调了保护国家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然而 楚天书的观点有些过于悲观 缺乏对事件背景及细节的深入分析 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场无根据的恐慌 相对而言 谢琪琪则展现了更具怀疑精神的态度 她质疑楚天书对中国黑客的指责 认为这样的指控未经证实 且可能是美国政界为掩盖自身问题 而制造的烟雾弹 谢琪琪引用历史事件来强调 政治人物常常将问题外包 这使得她的论点更具说服力 她提醒大家 媒体报道不应盲目相信 选举结果最终仍然取决于选民的理性选择 两位辩手的论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在实际的辩论中 楚天书的立场过于倚重于恐惧 而谢琪琪则有意提供更多的批判性思考 楚天书强调的网络安全 无疑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 但她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或实证 来支持她的观点 容易让人感到空洞 而谢琪琪虽然呼吁理性思考 但过于怀疑的态度 有时可能会使人对事实的警惕性降低 总结而言 这场辩论在展现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上坡有启发性 若要促进更深入的讨论 或许未来的辩论中 双方都可以考虑加入更多具体的数据与案例分析 这不仅能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 也能让观众在理解复杂问题上获益更多 希望未来的辩论能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取得更好的平衡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m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